谭内董事有所不知 查理先生是公债内好 旁边的这位关秀岳小姐 更是京剧名酒 您别看她是女儿身 这一灯台亮散唱起老城来 部书无老板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 工董局举足轻重的 谭内先生 这一位呢 是黎原大家 关秀岳关老板 我朋友 幸亏 幸亏 谭内董事方才问我 关于公债演变的问题 可惜我实在不是 这方面的行家 这种问题呢 还是得交给 立邦银行的证券监理 也就是查理先生来介绍 查理 不如跟卡内董事聊一聊 关于北洋期间 公债偿还的情况 北洋期间公债啊 情况特别复杂 大概可以分成 民国十年 整理内债案之前 和之后两个阶段 那不知道 卡内先生想了解的是 哪个阶段呢 你看 一开口 就比我内行 谈不上 略之一二 但就光只说 北洋时期民国 十年之前的 那发债量也是很大的 你像 有民国元年的 巴黎军须债 外国债 还有 元年的六厘债 三年内债 四年内债 五年六厘债 七年短期债 七年六厘债 还有 看见先生要不这样啊 您能不能直接告诉我 您是想了解 哪一支公债的偿还情况 还是只是想 笼统地知道一下 那个时期 所有公债的偿还情况 程先生 你真的是一个专家 查理 那你不如给 卡内董事讲一讲 整体的情况 整体的情况 一塌糊涂 卡内董事有所不知 查理先生是公债内好 旁边的这位 关修月小姐 更是精俊永久 您别看她是女儿身 这一灯台亮子 长期朗诚来 不输无浪 是吗 难道 汪小姐也唱 定君山 唱啊 夏月在大舞台 不只唱定君山 还会唱八大锤 和琼琳艳 卡内先生 有时间您和夫人 可以去给她蓬蓬唱 这一位 他иход一定知道 这一位 是 百味 道 与 大 非常愉快 幸会啊 康磊先生 怎么样 外老板 今天晚上还进行吗 进行 托你们的福 我们是托了查理的福 所以立邦银行的证券建立 不是托骨科 少说两句 过来 跟你讲 我今天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会驾驾成一致呢 程总经理 多谢 回见 少爷 好